男人想要女人头怀胜抱,总是会想一些办法 但是很多男人不知道,有些时候想睡女人是有套路的 网友小王就分享了他的经历,小王是个单身王 一直以来都是寻找合适的对象结婚 直到遇到了小美,觉得各方面都是他满意的类型 同样的,男性和文作睡,想和他睡,怎么办,小王很苦恼 小编为大家总结了几种 第一种,穷追不舍,不见兔子不杀鹰 这种男人对待女人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像炖汤一样 小火慢慢熬,慢慢炖,一点一点的去逐步深温 但是要有一种谨慎,就是不见兔子不杀鹰 只是不要超之过急,这样的话,这个女人知道都是你的 不然的话,你给我找到表明之的衣橱和笑话 会让女人对你产生警惕,然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下手了 第二种,自我反省,自我改进 这种做法就是需要男人去征求女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的不断的改进,改成女人需要的样子 这样的话,好感也就逐渐来了 男人在改进的过程中要保留知识的特色 不要因为改进和对女人的爱而持续了自我 那样等你去想追求的女人到手之后 你却发现你不是你了 所以你要做到既保持了与众不同,又把自己对女人的改进 迷你近日地表现出来了 这样就对女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你觉得你还是不到她吗? 第三种,其货可居,不要自动自降身价 自动作画就是男人要保持自己的身价和品质 不要主动自降身价,要自己感觉其货可居 如果你主动降级了身价,那么女人可能会看不起你 甚至道别是你的存在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得不到的永远都是很想要的 你轻易地同怀送抱,那么还会有人珍惜吗? 所以男人一定要让女人感觉自己得不到你 然后想法奢华地想要得到你 自然而然,将太宫钓鱼,院子上宫 还成女人不是你的吗? 第四点,心态很重要 男人嘛,不要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心态要保持好,不要因为她是你喜欢的人 只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像平静的弧面 剧情千层连移,然后小路乱窜 然后小路乱窜,你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这样的你又怎么可以完美地表现你是有的魅力呢? 第五点,若即若离,若有若无 即使一个常见的道理 即使一件商品不是很出众,不是很特别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去排队购买 那么这件商品很有可能就变成网红 成为了热销产品 所以你也可以做到,你可以知道自己 对很多女人追求的假象 最好就是不止一个女人在追求你 这样你喜欢的女人也会 自然而然地加入追求你的行列 到时候你懂得 一个顺水人情就把自己春艳遗嘱的女人拿到手 第六点,可有可无 平等对待 大音虚声,大象无形 你可以将女人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女人也就不会致命青纲 最起码这个女人会心平忌合地坐下来 听听你的情感表达,不会再距离千里之外了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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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